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季成立在1966年 所以今年已经迈入第47年 那在全球已经有57个国家成立200多个分支连点 那以志工来讲 在多伦多地区我们dedicate的志工有200多位 那家长为了要赶快把经济能够照顾好 通常都会忽略的小孩 那我们就发现小孩子通常都是没有吃早餐 或者没有钱 然后这个部分 那多伦多智慧这一次呢 就希望跟TDSB多伦多教育局呢 能够一起合作 来提供免费的早餐给这样的小朋友 经过这样的关怀呢 我们希望更能够深入家庭 让这样的家庭早日的回到正轨 然后成为我们社会的中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那另外呢 我们一直在记住的就是 U of T以及 Ryerson这两所大学 那我们透过呢 能够帮助十位他们Social Worker的学生 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当他们完成了学业的之后 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一个专业再回馈到社会上来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在Bridge Point的部分呢 Bridge Point Health是一个长期病患照顾的一个机构 那我们长期在那个地方跟所有的病患做这样的一个互动 那我们也希望把所有蔬食的观念能够推广出去 所以在最近呢 我们在那个地方搬了一个所谓的蔬食的义卖 那蔬食的义卖的所有的收入呢 我们将在今天的活动里面 全数的Genda Bridge Point Health的地方 每年持久迎新之际 慈激基金会都会主办最末祝福活动 感恩所有会众 志工及各界善心人士的付出与护持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 简朴增长慈悲心 增善涵养智慧爱 今天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 能够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水磨祝福活动 这是一项非常具有这个意义的活动 慈激基金会多很多智慧 在过去一年来做了很多很重大的活动 那引领我们走入多多慈激 一人一脚步的这个慈慧活动 那多年来呢 慈激人以人伤所痛 人苦我悲的人文情怀 以出世的精神 从事大爱的入世志愿 把上人的这个呢 对于这个世界 对这个全球人类的爱呢 传达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多人多智慧秉承上人的讯会 在加拿大常事慈善医疗 教育人文等等的工作 把台湾的这个佛教的清流带到一国 不只让加拿大认识 佛法的精髓 也和加拿大的慈善事业 产生非常良好的慈性互动 个人在钦佩之余呢 这个我也坚信 未来这个慈激 艰辛劳苦的爱心活动 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尤其我们看到过去一年 这个实际的师兄师姐们的 这个苦心的活动呢 得到加拿大政策 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 以及各主义社区的人士 赞赏和认同 整场睡末祝福 在全体来宾的前程祈祷声中 圆满落下帷幕 赶汇共有来自政界 侨建 宗教界的各族裔代表 与500人出席 这是365网络电视剧者 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